即使影像的畫面當中看到一名女子 站在壁車道 一個人孤孤單單的 這可是高速公路的壁車道 地點是國道一號 224公里北斗路段 他自己打電話跟警方報案求救 怎麼會被丟包在高速公路上 原來本來是坐在車上 車輛行駛在高速公路上 後來被趕下車 這實在是太危險了 後來警方來了 才把他給帶走 什麼人這麼可惡有愁嗎 原來情侶吵架竟然把人給丟包 夜間高速公路上還是車來車往 真的是非常的危險 把人丟在高速公路就不管他了 真的是太狠心了 這樣的行為觸犯了強制罪跟傷害罪 另外違規的部分 可罰新台幣600到1200 如果因此造成人員傷亡 也涉及了遺棄罪